18号晚上上海东方商煞外墙面的大型景观鱼缸突然爆裂 监控视频拍下的现场状况近日曝光 事发当晚的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东方商煞外墙景观鱼缸发生爆裂的整个过程 当时在现场无论是电方的工作人员还是顾客 以及路过的行人都没有任何的心理防备 而临近鱼缸的化妆品柜台完全坍塌 到处都是飞溅的玻璃碎片 最后的玻璃碎片有25公分 鱼缸爆裂后缸内的三条鲨鱼全部飞出缸外 爆裂分别导致7名商场工作人员和8名顾客及行人受伤 15名商员除了有一位是左腿骨折还在手术中之外 其余14岁都完成了初步的诊疗 这座爆裂的景观鱼缸长约8米高约5米 在客流密集的商场放置它 本身的质量结构是否满足安全使用的要求呢 电方向记者出举了一份 2010年9月份的观赏鱼缸的结构数值模拟与力学分析报告 其检验结果均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而目前对于外界有关鱼缸突然爆裂原因的推测 是由于温度过低所导致的玻璃热胀冷缩的说法 电方予以了否定